啟德體育園是啟德發展區的重頭戲之一 它不僅是體育場館那麼簡單 還集休氣、娛樂、餐飲、零售多一身 為整個發展區帶來生氣 亦可望帶動周邊的物業水漲船高 如果想把握這個投資機遇 就要留意行機的新款The Hany 2 啟德體育園發展極具規模 佔地28公頃 在2023年會員工 裡面提供多項國際賽事的體育設施 當中包括主場館能夠容納五萬名觀眾 舉辦體育盛事和文藥活動 另外一座室內運動場 裡面可以容納一萬名觀眾 公眾運動場還免費給公眾使用 園區內也有零售餐飲設施 早前已有日式百貨公司 已公佈進駐在園區內 The Hany 2 坐落木泰街7號 前臨啟德啟育園 更加面向維港 對出有世界級的郵輪碼頭 住戶不單止每日能對住這個獨有美景 更加能夠坐擁國際級 臨海大型發展區的優勢 項目一共提供3801火 標準戶型涵蓋1房至3房 實用面積介乎379至1365方尺 立即參觀示範單位 立即參觀示範單位 入選中 2個 瞬間 2個 測試 1個 2個 2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Hennie 2在行基地产旗下The Hennie系列压续一旗 之前开售的The Hennie 1和The Hennie 3都受到买家追捧 The Hennie 项目相当抢手 有一个天台特色户成交尺价高达62,000尺 打破了东九龙住宅尺价历来最高的纪录 The Hennie 2四通八达去港铁啟德站步程只十分钟内 当东铁线过海沿线开通之后 由啟德站出发 搭五个站就去到会展 搭六个站就去到金钟了 啟德规划远线 政府率先带头将多个部门搬入啟德 当局将这区以中环以外 第二个核心商业区作为定位 住屋需求自然庞大 啟德区是学半学都齐全 车站港场里面有个地标式商下ASI 它不单止是夹急写字楼 还有70万只的购物商场 旁边还有住宅项目 里面亦有个商场 将来会连接全港首条的地下购物街 地下购物街全场1500米 车站港场另一边还有个商资产 将来还有个大型日式百货公司 都会进驻在里面 不单止行街救物 啟德区更加有近三分一的面积 是绿化和休戏用地 在跑道区就有啟德跑道公园 啟德空中花园等 将来还有都会公园 落成之后会是全香港最大的公园 在啟德城中心那一边 还有车站广场 和啟德大道公园等 你想居住环境不如如 The Hany 2 还有一大卖点 就是小学34校网 属于全港四大名校网之一 例如有陈瑞奇那沙小学 和协欣中学附属小学等 中学属于九龙城区名校网 例如那沙书院和香港培政中学等 东漫长经记者河自然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